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先讲讲 前蔡尔维亚的总统讲起 中国正重新定义 现代化是什么? 另外也想讲讲 美国商会会长因为不想在香港检疫21日而辞职 中国近年的成功 已经引起欧洲,特别是东欧国家的反思 我早前讲到 中共六中全会对六四重新定义 其实当年那场所谓苏东坡的风暴 整个铁幕阵营解体也影响到中国 事后过了32年 我们到头回想 比较 无论是苏联 东欧国家 和中国这32年的发展 大家走的道路不同 大家得到的结果也不同 中国仍是走自己的模式 走自己的道路 而东欧国家 大多数都是全盘引入西方的模式 无论是政治上引入西方的民主制度 或者经济上全盘西化 全盘史上化 或者用所谓震荡疗法 一夜之间变成市场经济 32年过去 两地的发展大有不同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异常成功 东欧就比较停滞不前 固然也都惹起东欧领袖的反思 前蔡华的总统 塔迪奇 在中国日报发表文章 就说 中国过去几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 已经不能够用传统意义的现代化来描述 中国这种在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为世界各个提供了新的道路选择 塔迪奇早年在贝尔格勒大学 心理系毕业 曾经做过记者、心理学老师 并参加南斯拉夫的民主运动 南斯拉夫内战之后 塔迪奇支持 北极干半岛的改革和西化 是当年那种典型的东欧政治家 塔迪奇在2003年莫选为国会议员 同年 金吉奇总理预识身亡 塔迪奇在2004年的选举里面 以53.3的得票率当选总统 他是塞尔维亚 2006年成为独立国家的时候 首位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 这个是一道十分支持南斯拉夫 和后来的塞尔维亚全面西化的东欧政治家 如今对国家的发展 有了不同的看法 以下就是塔迪奇在中国日报发表文章的主要内容 他说 多年前 中国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 当时世界完全想不到 中国会在21世纪重新定义 现代化这个词 今天 我们讲到中国的现代化 指的不仅仅是中国全方位的快速发展 还有 中国为现代化 确立了一个全新的全球标准 中共在19届五中全会 去年的五中全会 通过了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的远景目标 江耀 赋予现代化新的含义 和重要的意义 江耀不仅预视着 中国在经济科技实力的快速增长 承向人均收入达到新的水平 还预示了 中国将会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性变革 讲解中国的成就 我们可以列举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数字 和具体例证 但是所有的数字之上 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会看到一幅 更加宏观的途径 就是中国 实际上正正在改变整个世界 中国为一个 长期停滞不前的世界 属立了一个榜样 因为西方传统以上的现代化 不能够应对当代的挑战 换句话说 虽然现代化作为一种理论 一个愿景 一个实践 起源于西方 但是我相信 我们见证着一场革命 他将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当中 得到重生和转变 毫不夸张地说 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中国的现代化模式 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 事实上 与中国今年所做的事情相比 西方提出现代化这个词 仿佛已经过时了 中国不单正逐步实现现代化 而且还克服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犯下的 种种错误和不良后果 换句话说 西方曾经定义的现代和繁荣的发展模式 正在全世界产生了很多副作用 而中国就研究新的发展模式 成为一个新的榜样 西方国家 在它发展到巅峰的时期 错过了转型的良机 而且更加不幸的是 柱天峰的西方国家 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而是产生了很多社会的不公正 以及越来越不可以持续的发展 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 在现代化的道路上 不断修正西方曾经犯上的错误 例如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是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 好像这个帮助 甚至可以说 拯救了世界的行动 中国不止做了一次 随着中国的改革不断推进 接近8亿人 摆决了绝对贫困 这些人 创造出巨大经济潜力 不但使中国经济数据更加亮眼 也都令整个世界经济为之一振 要理解今天的中国 首先要理解中国的现代化理论 西方很傲慢地认为 中国正在和它竞争 试图达至西方的发展水平 但是这个想法 本身就有一个巨大的错误 中国正在改变现代化的本质 正在当今世界开创一条 属于它自己的繁明之路 它的核心是创造新的方法 不是和西方简单地竞争 曾经大受欢迎的西方意识形态 已经走入死胡同 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 输家比赢家多 当人类追求物质财富 以大肆开采资源 大自然就租秧了 而当大自然对人类发起报复 个人就跌回来租秧 随着西方国家的发展 人民就抛在后面 结果就民粹主义兴起 民主也都抛在后面 正因为这样的背景 中国正在探索变革 并且要向我们表明 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念 和现代化国家的创新形式 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 提出一个新词汇来形容当今 中国现代化的模式 就是和谐发展 因为 现代化不同的文化当中有不同的解释 很容易误解 从这意义上来说 中国应该用它的成功经验 向世界展示和谐发展的理念 在挑战面前 如今人类 没有能力做出有力的应对 举一个例子 你要知道 如今文明的荒谬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2.5亿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其中大约500万人死了 而且没有人能够确切地预测 疫情未来的走向 更加令人痛心的事实是 在研发疫苗 和必要医疗设备的研发生产分配方面 我们再次看到全球缺乏团结合作 与此同时 疫情还被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 不论穷国还是富国 都出现经济危机 和大规模失业 但是 对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少数人来说 这场危机 并没有什么影响 洛书会的一份报告显示 2022年12月 世界上最富有的10个人 他们的财富 增加了5000亿美元 达到1.12万亿美元 洛书会说 这笔钱足够给全世界的人接种新冠疫苗 并且确保 某个国家因为疫情而陷入贫困 这个事实已经清楚表明 现在全世界经济秩序的不可持续性 荒谬性 和不仁道性 这个就是不和谐的发展 光靠西方式的现代化 是解决不了问题 它需要全新 独特的解决方式 就是和谐发展 就是中国的方式 中国今天所走的和谐发展道路 正是解决过去不均衡发展 带来的全球性的挑战 西方现代化 希望都空前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产生巨大的环境破坏 而中国发展官就要求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几百年以来 为全球秩序 带来的巨大和社会经济红沟 正正让这个世界遭遇了各种困难 这样看上来 上述的态度 就显得更加荒谬 每个国家都有权 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现代化模式 为其他国家和民族 保持自身的独立 和社会正义的同时 加快自身的发展 提供新的选择 他也为了解决人面临的共同问题 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看完前塞尔维亚总统 塔迪奇这篇文章 虽然文章较长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 可以总结为几点 第一 一个前东欧领袖 对西方模式的反思 第二 中国走出另一条路 第三 中国的发展模式 在发展当中 照顾低下阶层 不是跟美式的新自由主义 社会更加和谐 更加有可持续性 在发展中 加入社会主义的关怀 这样也可以说 是一种东欧式的反思 另外也想讲讲 香港美国商会会长 祖泰娜 表示会辞职 因为他没办法接受 香港的检疫隔离政策 祖泰娜现在在美国 他说 根据现时回港的检疫政策 他从属于高风险美国回香港 就在检疫酒店隔离21天 他自己没办法 在呼吁港府 放弃防疫限制的同时 自己又接受隔离 否则就像喜剧中的丑果一样 这样不符合他的性格 他说 我的本性 不是提倡某些事情的时候 然后好像小丑一样开始隔离 他说 他说香港太快进入新常态了 可以叫那些 不介意这个新常态 并且看到机遇的人去 美国企业 在未来几年 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相信 香港仍然富有潜力 这个很有个性的祖泰娜 首先就不接受检疫隔离 认为会影响他的自由 继续做检疫政策 联系到政治 说这个是新常态 祖泰娜口讲喜剧丑角 讲起你上来讽刺 其实 要不做这个喜剧丑角 是要付出代价的 看看好自由的美国的疫情 11月17日 美国新增确诊 99000人 累计确诊 4818万人 累计死亡 78万7千人 就是说 已经有0.24%美国人 因为新冠死亡 每1000人 就死2.4个人 如果一座多层大厦 住500人来计 即是平均每座大厦 都要死1.2个人 如果你身在美国 总有一些你识的人 死于新冠 这个就是人命的代价 还没算经济代价 因为疫情 美国今年的财赤 高达3.7万亿美元 金钱代价 同样惊人 好了 我们又看看 被认为不太自由的中国的数字 同是11月17日 中国新增确诊病例31人 其中本土病例8个 累计确诊12.7万人 累计死亡 5697人 只有0.0004%的中国人 因为新冠死亡 太多个零大家可能理解不了 也就是等于 每1000个人 死0.004人 中国疫情快速受控 大大减少了人命的代价 好了 另外去看看 中间的香港 控疫没有内地那么严格 但疫情也都相对受控 在11月17日 本港新增三宗 全部是输入个案 累计确诊12388人 累计死亡213人 只有0.003% 香港人 因为新冠死亡 即是每1000人 死0.03个 比大陆的数字 差 但就比美国好很多 大话 最怕计数 所以如果香港人 选择好像美国那样 一早躺平 因为新冠大陆的死亡率 跟美国一样 或者香港因为人口密集 可能会更高 好像美国那样 就有0.24%香港人 因为新冠死亡 等于香港的死 17747人 也等于 每500人就要死一个人 等于一座大厦 要选一个人去死 大家觉得可不可以接受呢 面对无眼的病毒 选择自由 就要付出代价 不做喜剧丑角 就要面对死亡 所以祖泰来一句香港的新常态 真的讲得很轻松 好像人命不是命 几十年前我读书的时候 西方说 死去主义国家 只讲经济 不重视人命 为什么今天 什么事都好像倒转了一样 轮到西方 不讲人命呢 另外 美国有美元霸权 因为疫情影响经济 美国可以天量印钱 顶着经济 如果香港爆出美国这样的疫情 当然不可以印钱 可能只能够印刺子抹眼泪 助看经济崩溃了 固然 香港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小型经济 因为疫情带来的通关不变 就的确造成一个两难题 过早开放 疫情失控 太迟开放 生意流失 的确是很难把握的 当然还有一个 是向内开放 还是向外开放的问题 因为美国维修的西方 早已经在疫情中躺平 想向西方开放 意味着要放宽控疫 但是想向大陆开放 就意味着要收紧控疫 香港是两头不到岸 两边都不能够开放 这个是最笨的处境 如果香港 正在加强 和内地控疫标准看齐 这个方向正确 起码可以加快 和内地通关 起码 一头先到岸 当然 未来要大力提升本地的疫苗接种率 到达七八成市民 已经接种了三针疫苗的时候 建立了社区抗疫屏障 就有望对外开放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